餅皮上抹上一層酱汁 鋪上大把起司 还有一匙匙酱色浓郁 肥瘦适中的乳肉 中间点缀酸甜凤梨 送进窑烤炉 不到三分钟时间 香气四溢的黑金凤梨披萨出炉 吃进嘴里咸香的乳肉 与浓郁的起司和酸甜凤梨 交织出奇妙的滋味 我觉得就是 意大利跟台湾 正宗台湾味的一种结合 是一个全新的口感 以前没有吃过 我没有想到这两种东西 加起来会那么好吃 因为其实常常吃乳肉饭 也常常吃披萨 就没有想过这两种东西 就是搭在一起的话 还那么好吃 贴近那种感觉 吃乳肉饭的感觉 很香很浓 觉得那个味道很搭 同样掳获人心的 白金翡翠披萨 则是用鸡乳肉 加上起司洋葱 微辣的口感让人口水直流 而让披萨美味的关键 黑白金乳可是大有来头 获得全球四大美食奖之一的 无添加美食评鉴 从800项参赛品项中脱颖而出 黑金乳是经过我用了 十几家的猪肉 我就找到这个台湾云林县政府 认证的叫做快乐猪 我们的白金乳的鸡肉也有一点故事 它是目前台湾唯一是用 它叫做气冷鸡 我们的食材完全是天然的 这是我们第一个条件 那这个评鉴很特别 它并不是只有一个机构在评鉴 它是当初把我们的样品寄到全世界各国 全世界的专家都在这里共同评分出来的 我们有二三十道的这个很简单的料理 把这个条理包打开了以后呢 它就可以在三五分钟内呢 就可以做出很多很多料理 主打亲子共享的温馨路线 在随便都要七八百元以上的吃到饱餐厅中 只要一半的价钱就可以用美食小确幸 大大满足口腹之欲 特色就是从上云做一种家庭式的感觉 那所以您进来的时候会感觉我们的温馨的感觉 那而且我们座位会比较紧凑一点 就是让大家可以聚在一起 像家庭一样这样子吃的会比较凝聚一点 而且我们是做吃到饱的方式 所以选择会更多样化 而且让它选择在我们有沙拉 还有我们的浓汤 以及我们还有其他的甜点 冷饮那一部分还有咖啡 这些都可以多样化选择 在假日时常都会客满 而且是包场状况蛮多的 调理包业者与披萨店大胆尝试 将台湾人熟悉的卤肉做成披萨 跨界联名出新招 也在消费者的舌尖上 焕化出新滋味 记者李锡慧台北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